大家好,我是小花匠 这是我弄了两盆大的龙血树 准备把我室内的花换一换 放成这两盆 今天我们给它搞一个盆 我们用这种老的瓦盆 做成瓦粒 给它铺到底 花盆底下 土质可以自己配 疏松透气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根性是非常发达的 已经有隆起的现象 像这个盆已经脱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破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根性是非常发达的 已经隆起盘起的 是非常扎实的 因为现在是刚运回来 它已经在于牢土中有所损伤 而且它的叶子非常多 南花北移到北方非常不适应 现在在进行凶功 就是增加它的负荷 是非常容易脱水 甚至黄叶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像这种大埃 铺土千万不能松土 对比一下植株高地 开始围土 盆土倒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颗呢 有点歪 我们在没浇水之前呢 都是可以给它拉正的 第一次必须浇透 第一次必须浇透